咱们今天来看看今年九月份,八月份啊,八九月份吧,记不太清了 他这个常规桌啊,最新的这个传奇博客常规桌 传奇博客爱弄比赛啊,感觉他应该多弄弄常规桌是吧 我觉得常规桌还是好看一些 而且邀请的人可以邀请的少一些 我觉得大家也更爱看常规桌 像那个哈斯勒高额桌,什么都是常规桌,看的人很多啊 哈斯勒高额桌,他整体上比传奇博客播放量要高的非常的多 曹瑞英算了 其实大家平常玩牌也是玩低的 常规桌,好像都玩常规桌,玩比赛的人还是少 玩比赛得是那种特别喜欢德州普克的人,喜欢比赛的人才会去玩是吧 大家平常玩玩的娱乐娱乐一般都是打常规桌 就是常规桌的受众群更广啊,比赛的受众群 我个人觉得比赛多少有点,你要从整体性而言,他有点违反人性啊 因为他得老等牌,你知道吗,我来这等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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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闹心了啊 但从游戏性而言,就是比赛他有很多游戏性而言 我说整体性而言,你知道吗 哦,又要修27,他们这个珠子挺爱修27的 我看得万修了两手27了 赢一手,输一手,输一手大的,现在80万 被曹瑞咬一口大的,曹瑞是15,没有必要玩吧 这牌太差了 哦,YK羊 要瑞斯吗 反正哥们仨把打得挺凶的,桌的长度 但哥们喜欢用试试勾勾这种情况下,尻进去 在小忙位啊 翻牌后没位置 就是翻牌后难打,你知道吗 翻牌后没位置,我感觉这种试试勾勾样的牌 他并不是很好打,反正可能也跟我这个人怂有关系吧 反正我觉得有点没必要,你知道吧 27,这个人 是吧,他讲,他讲秀拔27 这桌子容易三拜他 哥们不会推了吧,推了有点 他不推,他靠进去也很蠢啊 推也有点蠢,靠也有点蠢 所以目前而言最好的情况还是气牌啊 27现在没有什么好玩的 得外选择call嘛 得外一上来又遇见那种比较 就是复杂的情况是吧 就是这个投入你有点多了 他也不是复杂的情况 是投入压力有点大的情况啊 底池一尻 一尻加6万 将近20万的底池了 看翻牌 不过这把YK羊 这牌还是牢牢压制了得外 我用下的特别重是吧 下4万 得外肯定call啊 这个牌还挺有趣的 两个人都有摊 按正常而言 这个牌就是打到摊牌 YK羊赢了 如果不发出太复杂的情况 不发出什么沟河酒啊 是吧 发出什么4张草花啊 反正多数情况下 两个人容易 下牌容易打到摊牌啊 10 YK羊我感觉他要过牌 其实这个牌面 总体上而言发的 对YK羊还挺有利的 这个牌面 特万这里边没有必要去打 他这牌也不是特别有必要转偷鸡 我应该过再观察一圈是吧 因为这个牌面你也分不清 对你对酒而言好还是不好啊 还行的牌面 反正德万转牌过牌 合牌他可以再观察一圈 YK羊的情况 其实这个牌面对各位发的还挺友好的 只有一张帽子 反正前面还是ABB的面 这里边YK羊可以下个轻点的注 或者选择check call啊 当然check不一定call check之后看看德万的反应 反正大概率的就是check call 要check call 咱们一切都别定死咯 咱们玩牌的时候 虽然这个牌很有可能咱们觉得是check call什么 再也是看完对方的反应之后 再决定咱们check call不call 咱们也把决定定死咯 咱们还能多看一圈德万的行为动作 拿更多的信息做最后的决定 反正我打牌有一点就是我尽量打牌不让自己难受你知道吧 要实施咯咯这样的牌在不立位置 起三bat别人call了 就容易让自己打牌难受 你知道吧 反正我就想尽量避免让自己打牌难受的情况 我打牌的不是还这么处理啊 没有必要让自己在艰难的决定当中 打的不舒服 这里边德万又来了 三二同色加州到两万两千 曹瑞要不要再加州一次德万 曹瑞的筹码已经比德万要多了 德万最多的时候我记得是110万往上 三bat德万了 又给上班加拿大了是吧 因为牌手坑楼啊 AQ统色 他比较难受你知道吧 面对三bat 但是又是曹瑞的三bat吧 反正要是哥们哥们还会觉得AQ就算了 没投入太多 虽然曹瑞的形象不是太好 但是这里边其实也可以all in的 因为是德万的瑞斯 曹瑞的他可以all in 我觉得all in是更好的选择 我第一时间其实有点没有注意到AQ的筹码量 AQ的筹码量很好 还是all in 一两个人还是all in他们更好 但我觉得他这个all in会被曹瑞尬啊 K232肯定不会玩 K632 曹瑞应该会尬起来 曹瑞肯定会尬啊 他都加入到六万六了 他肯定会 对时肯定会要尬到 他22万相当于短筹码啊 他这种情况下短筹码all in的范围本来就比较宽 54对45是吧 实时还是隔断了AQ的一些牌子 一些比如顺的是吧 两次看看啊 有没有可能曹瑞输了这两次的跑马 有没有可能曹瑞输了这两次的跑马 曹瑞是领先的吧 他领先的人有没有可能输两次 哦有张十很难输了啊 四挑钩 发出K40是吧 AQ死牌了 发出一张Q 合牌 一张8还好啊 我四张红桃 双方都没有红桃 那曹瑞赢下第一次跑马 三五七 九 这可不然发牌还是挺快的 我感觉他转牌发的有点快 合牌又发的太慢了 发牌挺使劲的 哎呦我两个人平分啊 两个人平分 各赢了一些是吧 感觉他们赢了 各赢 2万有没有 应该是有各赢2万肯定是有的 哦也不好说 得万是瑞斯多少 没显示已经多少 反正差不多这样的 这样的数是吧 因为加上抵持的死钱 加上得万的瑞斯 是吧 加上盲柱 加上瑞斯 在两个颜色 又第一很清楚 1010 非常好 但是这边都是如果�ikum 你要做巴掌 哇 谢谢 我很残疏 但是我思乱 我想鬼 不错 就这uf spectac 这牌也很一般,玩还是不玩,继续强,气掉了 86玩不玩,玩啊,位置很高,继续强和Alton都有好的位置 所以牌不打地,就看看他们会不会玩 24这牌很差,大盲位 9狗应该会靠道,9狗这牌 你在下了4000盲住的情况下 你面对装卫,其实9狗这牌不错 来看翻牌 哎哟,何意思,K 这牌Alton要偷是吧 那炮芙老板怎么办呢 算了 还是觉得算,就是位置啊,就是位置优势 虽然炮芙老板觉得其实Alton也不见得不容易有AK 但他没有对方位置好 对方也有主动性 他就算了 可能 我应该把你放在我手上 你疯了 你认为你会召唤,然后你会觉得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人桌 丹尼堂上来感觉就打了一手牌又走了似的 哎哟,这把两个四踹都 哦,Alton拿到了强牌AQ 加入到2万2 没有人能与他一战啊 应该是直接收底 哦,曹瑞要玩四七 曹瑞应该是很想赢到一百万 他们这个节目要结束了 曹瑞是不是事实自己能不能赢到一百万呢 四七这牌是真的不怎么地 曹瑞击中了七 AQ 过是吧 哎,这个牌面并不适合AQ 投机啊 六,曹瑞要打了 AQ信曹瑞应该也不太信曹瑞了 而且AQ这里边还有一点 发出黑桃他可以投机啊 他可以表明自己有大花 哦,没有发出来 五万吗,五万 我觉得有点大了 你知道这五万 他应该下个轻点的 再轻点再说 不过五万这住院 我是下轻一点 觉得 Alton可能尻他 下五万不过一样 Alton很纠结 还有第一反应是不想尻 但想想又是曹瑞 他又有点想尻 你知道吗 其实这么看五万这住还是挺不错的 哦,还是尻了是吧 这五万这住真的挺不错 我感觉觉得更小一点 Alton容易尻尾 哦,曹瑞赢到了一百万哦 既得万之后 曹瑞赢到了一百万欧元 一辈子能有这么多钱就差不多行了 是吧 以外既能保证你的生活质量 又能保证你看得起病啊 这个看病真的是非常大的压力 他没有一个确切的数 你知道吧 所以让你很有压力 A7不打地啊 枪口卫拿到 但是死揣都卫是吧 A7大战 A7大战 这个 这个 这个装卫这个玩家 加拿大这个牌手 什么的,他抄马挺少的 其实 稍微有点闹心啊 曹瑞这流想曹瑞三拜特 你知道,三拜特这个A722万有点少 曹瑞有可能3BIT的A7 3BIT到5B 这位加拿大牌手这个牌他又有点尬住了 哎呀我又想起前面我一声 哎呀我又想起前面我一声牌了 哎呀我还能A4下注曹瑞英不应该靠 那种牌面我自己想想别说这些东西了 主要是这个局他太慢了 我说这些东西观众会完全没有印象 A7这么磨叽我 还是可以推啊 他A7这种情况他22万可以推 他前面推你手是AQ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推啊 他没有敢推 得万秒靠啊 这个秒靠显示出非常不信任曹瑞 曹瑞这里边考虑不考虑过一枪并没有啊 吓死了我还是下注更好这把的万开实在这没关系 不想不打算给你磨叽了是吧 我也偷不懂你 没关系我就算了我看看翻牌哦 就为了这个能不能赢个多的后手是吧 这手看翻牌 投入了5万去看看 也不算投5万吗 总共啊 是不是投5万去看这个翻牌 曹瑞是一手至关重要的牌是吧 7-8去偷积德万的2-7 那手牌让曹瑞现在的局面是吧 赢到100多万欧远 好这位加拿大牌手又拿到了好牌了 瑞斯1万真的是1万 这三叛我感觉要是我会考曹瑞不知道会怎么办 也是考 6-3考不考不考吗 不多跟的不多 并没有浪啊 外几阳还是不浪啊 6-3进去这牌还不错是吧 6-3进去 这个3大概率是领先的 这牌最好别下注 AQ最好别下注 曹瑞是忙住位 他有可能抛击还挺合理的 你别这时候去向曹瑞下注 曹瑞不想要了 看这张4不想要了 这牌对于AQ而言就很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办 他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其实可能还是不打好 曹瑞表现出不想玩了你知道吗 曹瑞表现出不想玩了你过牌还有可能 就是你过牌还有可能从曹瑞那拿到夹着 这边也是尽啊 也没有做奇怪的行为 其实曹瑞转牌不想要了 对方没打曹瑞 就是喜欢偷鸡的人啊 曹瑞特别喜欢偷鸡 他就是觉得A你不打我有机会了 对吧 因为转牌发出来之后有张A就是顺了 曹瑞本来不想要 我有时候打牌也这样了 我觉得是别人给我机会了 本来这牌我都不想要了 我又觉得能偷鸡了 偷鸡枪没人靠我 好了 把视频就到这 下次再见